我这里要讲一个就是佛陀时代的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最重要的是 它是在菩提树下 这个菩提盖亚 菩提盖亚 在菩提树下证悟 证悟以后它初转法轮 就是苦极灭道 苦要知道 你要知道人间是苦 是苦要知道 这个极要断掉 极要断掉 再来呢 密 密 就是要正道 要正道 最后的道是要修 道是要修 是苦极灭道 初转法轮 二转法轮 是讲剥叶系统 剥叶 剥叶系统 这个菩萨 要六度万行 就是讲剥叶系统 剥叶系统 其实是讲空 讲空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空 第三个 第三转法轮 就是讲为士 讲中观 讲金刚圣 讲金刚圣 为士 中观 金刚圣 叫三转法轮 这个上座部 佛陆 佛陀灭后 上座部 主张 释迦牟尼佛 成佛 是在菩提 树下 悟道以后 才成 最后身 菩萨 才成佛 也就是讲 他以前的前几世 都是在行菩萨行 没有成佛 到了最后 菩提树下 悟道 才成佛的 这是 小圣 上座部的主张 大圣的主张 是这样子的 比较接近于游戏 跟妄 释迦牟尼佛 在天上 已经成佛了 他早就成佛了 他在人间视线 是等于 玩一个念 给大家看 凡夫 也可以成佛 凡夫也可以成佛 他的视线的过程 从这个出生 摩亚夫人 那么在静放国里面出生 那么他这个 当一个王子 这个系达多乔达摩 系达多乔达摩太子 他在后宫 他跟着人一样 他也娶了太太 而且好几个 他有很多的 皇后 还有很多的兵灰 他也享受到 这个人间的那种 娱乐 后来 他看了 老病死 生老病死 以后 他要解脱 生老病死 他才出家修行 还苦行六年 最后在菩提嘎亚 菩提树下 他才证悟 证悟成佛 那么开始洪华 四十九年 那么最后呢 在八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往生 涅槃 就涅槃了 那他这个人生的过程 他为什么要表演这个 就是 佛 在视线 一种游戏 人间的游戏 所以你只要按照佛的这个方法 去佛陀的这个人间的游戏 表示我们所有的人 都可以成佛 这是大圣佛教的说法 大圣佛教是主张 是这样子 因为佛 不过是在视线 人间也可以成佛 是这样子的 这是佛陀本身 他在人间视线 主要是一种教育 其实他在宜宙之间 到处他都存在的 只是他硬化来度众生 硬化来度众生 所以佛有那个能力 他有法身 有报身 有硬身 法身 报身 硬身 显现三个身 硬身可以在人间里面 度发众生的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